我们这支影片来介绍Intelligidea的一个很方便的功能 也就是Inject Language注入语言的一个编辑功能 它可以很方便的让我们在使用内签在Java程式里面的其他语言 能够有非常快速非常简洁而且正确率可以非常高的一个编辑的方法 下面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功能的展示 虽然我们使用Intelligidea主要是来编写Java的程式 但是在Java的程式里面 我们仍然会去使用到很多其他不同的其他的格式或者是语言 比如说我们的HTML这个语言 或者是我们可能要写SQL这个语言 或者是我们会使用到Json这样子的格式 通常我们会使用字串的方法来对这些语言来做操作 在这样的情况下 因为我们这个使用字串的情况 如果我们要来编辑这一个其他语言的话 就会相对的会有一些困难 比如说我们可以从这个Json这边来看 它就会有非常多的这个反斜线 引号这些等等 我们要编辑这一串字串 就会变得形式下就会困难很多 Intelligidea它提供了一个外挂 这个外挂是内建就启用的外挂 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我们就先进入设定 然后找到这个Plugins 再到这个Install的这一个项目里面 来输入Intellor LAN 也就是这个Intellor LAN这一个外挂 提供了很多的跟注入语言相关的一些其他的设定 我们必须把它给启用起来 我们等一下要操作的方法才能够生效 预设如果你没有把它给取消掉的话 它应该本来就是启用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Json 它这个字串很复杂 事实上我们只要把我们的滑鼠的游标 停留在字串的任何一个位置 请注意要停留在这个双引号字串的位置上面 然后直接再按一下Alt跟Enter 它就会弹出一个功能选单 因为我们这是要编辑另外一个语言的内容 我们就要选择这个注入语言 或者是参考 我们点击这个Inject Language这个项目以后 它就会弹出来 需要我们来指定我目前编辑的这一些这个字串 它到底是哪一种语言 比如说我们这个是Json 所以你就找Json就输入Json 它就会帮我们找到Json这一个语言出来 你就找到你要使用的语言 是Json还是Json5 还是其他的Json的其他的类型 我们就选择这个最通用的这个Json 点击以后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语法的高亮度 它就会有不同的方法来呈现 表示它现在已经辨识出来 我目前这一个就是一个Json的字串 我们要来对它做编辑 一样就是同样在这个字串的这个里面 再直接按下Alt跟Enter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点击这个edit JsonFragment 就是编辑Json的片段 如果说你想要把这个字串 不要让它是Json这个语言的方法 你就要使用这个Enter 把这个取消这个注入语言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假如我们要编辑 就是直接点击这个edit JsonFragment 你可以看到在下面 就会新产生另外一个新的分页 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新的分页里面的任何变动 比如这个S 我把它改成AABBBCC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程式的部分 它马上就即时反映了 因此我们只要来编辑 我们在下面这个分页里面的程式的这个Json的格式 它马上就会帮我们用Java的字串的格式呈现出来 这样子我们的编辑这个字串 复杂的Json格式的字串 就会非常的正确 不会像我们可能不小心 因为这个双银套的干扰造成了输入的格式上面的错误 因为我们这边直接就是整个的一个完整的内容 Json的内容 你输入完毕以后就把这个分页给关闭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Json格式 就是这样子就可以使用了 我们可以再来试一下 比如说我这边有一个一个Sequel 通常我们如果因为程式测试的需要 我要把这一段Sequel给标示起来 然后把它给放到我的Sequel的查询程式里面去执行的话 因为它有双银套有加号 有这些反这个 换行符号等等这一些 会造成就是你可能要人工再去做一些操作 就会很麻烦 如果说我们用了这个Inject Language这个功能就可以方便很多 我们只要按下AutoEnter 然后再来注入语言 再来选择你这个语言的格式 比如说这个是Oracle的Sequel 再点击 它会问你是不是要帮我们插入这个 它已经跑掉了 它其实可以在上面帮我们加一个语言的一个注解 那个可有可无 然后接着我们就可以来点击这个Edit Oracle Fragment 然后在这边我就可以用Ctrl-A,C 然后再到我的查询程式里面去直接执行这个Sequel的命令 所以有了这个Inject Language这个功能 就可以对我们在Java里面操作 这个其他语言的字串可以有非常方便 非常迅速的一个操作的方法 要注意就是我们可能就是要把 滑鼠游标 停留在我们开头的这个尺寸里面 然后我们就直接可以做这个这样子的编辑 好 这个就是今天介绍的这个 Intelligate IDEA的Inject Language这个功能 应该是J Brains的全系列的编辑器都有这个功能 就是只要我们在我们这个语言里面有注入其他的语言 或格式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快速的编辑 好 那我们今天介绍了这个IDEA的小技巧给大家 希望对大家在操作IDEA的时候能够更得心顺手 谢谢各位